试想一下在中国古代没有网络、手机、电脑、电视 在那个娱乐极度匮乏的年代 男同胞们找乐子的地方莫过于一些亭台楼阁 一些叫宜红院、风月楼、富贵人家的高级场所 而现在我们眼中的古代高级会所 在古代真的就如同我们现在所想的吗 有一位学者曾经笑谈道 如果说21世纪的男性成年人 对万恶的古代封建社会还有什么眷恋的想法的话 那么三七四届肯定是第一位 青楼必然是第二位 要说古装电视剧中成为坏男人的第一要素 那就是常去青楼听歌听曲 和相中的姑娘轻轻我我 然后就是彻夜留宿 互相私定终身 最后为女子赎身 进而演变成复心汉 就这样一套完整的读书人恋上红尘女 最终沦为复心汉混沌青楼的桥段就此上演 在人们通常的认知中 青楼就是进行午夜交易 和诞生痴男怨女复心汉的专职场所 或者更直白的表述就是妓怨 青楼等于妓怨这一固定思想 在清朝初年才开始出现 出身于青楼的女子是连戏子都不如的低等身份 最好的出路就是给大户人家做第七八九房小妾 最后在后宫争夺战中败北 最终孤独终老 当然这种思想通常贯彻在很多古装电视剧中 以至于现代人认知也是如此 这种思想认知倒也不能说有什么错 毕竟青楼卖身在清朝时期是真实存在的 但如果将时间往前推上上百上千年 青楼出身的女子 可是一般凡夫俗子万万不可奢求的人间仙女 是极品 青楼以此的来源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国两晋时期 所谓南开珠门北望青楼 珠门的意思就是珠红色的大门 而青楼也就是青色瓦片的楼房 在两晋时期 门阀士族掌握着朝廷的命脉 他们虽然已经是身份显赫 但是也仍然需要一些志士上来彰显自己的优越性 所以这种家世的人一般会把大门涂成醒目的珠红色 这就成了这些王侯贵族们表示阶级层次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当然不仅是大门 在住处上面也要营造出尊贵的感觉 所以他们又将楼房顶部的瓦片换成了精心烧制 带着光滑右面的青瓦 这样一来 熠熠生辉的青瓦和珠红色的大门才显得极其尊贵奢华 所以珠门和青楼的意思就是古代帝王将相等贵族所居住的地方 所以你要知道在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 两晋时期能从青楼里走出来的女子必定是大家闺秀 她们非富即贵地位是相当优越 不管是气质相貌还是学识智慧 那在女人之中都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尤其是门阀制度高度发展的两晋南北朝时期 你要娶一个皇室公主 有时候还要担心乱世被灭国之后自己遭受牵连 而娶一个位居在青楼的门阀士族女子 不仅能得到一位贤惠美丽的女子做妻子 还能顺势和门阀贵族结成联姻 而且两晋南北朝时期大部分政权都是由门阀扶持 所以不用担心因为战乱而失事遭到牵连 由此可见 娶青楼女子堪称百丽而无一害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使得两晋南北朝之后 包括隋唐初期 都是将这类青楼女子列为娶妻选择的第一梯队 此时青楼出身的女子几乎包括了女性所有的光辉点 然而到了唐朝中期往后 门阀士族的影响力便大不如从前 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兴起 天下话语权逐渐倾向了平民 而这时青楼女子们也失去了耀眼的门阀贵族光环 从此便跌下了神坛 对于青楼女子的沦落 最直观的表现就是从五代十国以及北宋初期开始 人们开始将一些以卖艺为生的女子所居住的场所称之为青楼 不知道这应该是最早的营销策略 还是因为古人对青楼女子的求而不得 演变成了对青楼女子的嫉妒愤恨 最终引发了报复性心理 总之青楼女子从以前的遥不可及 似乎是变成了唾手可得 话虽如此 但其实要知道这个时期 青楼女子仍然是一般小年轻人所仰慕的对象 她们也并不是真正的唾手可得的贫贱女子 此时的青楼女子仍然是卖艺不卖身的 她们是靠着知书达理 附庸风雅 以琴棋书画为主来博得一些书香门第和达官显贵的喜爱 青楼女子的选拔非常严格 需要调查女子的背景档案 不仅要求没有作案前科 还要求其家庭成员不能与官场有任何纠葛 其次女子的年龄不能超过17岁 相貌身材都必须达标 她们还要学习琴棋书画 诗词歌赋 唱歌跳舞 各种社交礼仪 更重要的是 在这样一个很多风雅人士和达官显贵都会出入的场所 她们还要学习察言观色 来取悦和情投意合的技巧 虽然身份上确实是大不如从前 但这时的青楼女子所居住的仍然是独门别院 亭台楼阁 那时候要培养一个青楼女子的花费 真不比大户人家培养一个女儿花的少 甚至有一些青楼女子比一般的文人默克学识都要圆博 因此那时候大部分的青楼女子人生也并不凄惨 一些运气好的可以嫁给文人默克达官显贵 即便是运气不好也能嫁一个小康家庭相夫教子 要说古代青楼正式开始做皮肉生意的历史 还要追溯到南宋时期 靖康之变之后 所带来的衣冠难度 这样许多人开始由北方迁往南方 无数的家庭因为战乱变得支离破碎 一些贫苦女子为了贴补家用 过上更好的生活 便开始进入青楼卖艺 在自古至今各行各业 只要是突然有大批人才流入的话 就一定会引发一场大规模的混乱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就无证上岗的这些伪青楼女子 他们为了快速积累财富改变生活 就逐渐打破了卖艺不卖身的行规 逐渐让青楼女子的名声沦丧 此时仍然有一些正经的青楼女子 还坚守着行规 所以民间就把青楼女子分成了三派 一派是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 一派是卖艺又卖身的宏官人 一派是卖身不卖艺的常人 前面我们也提到过 要打造一个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 所需的成本非常高 不仅要从小学习各种文化知识 还要培养各种琴棋书画 成本高自然卖价也不会低 古代男同胞们来这里寻欢作乐 一般情况是听了一晚上的曲 喝了一晚上的茶 聊了一晚上的天 最后钱花出去不少 姑娘是一个手指头都没碰到 在反观卖艺又卖身的宏官人这边 才艺差点在客人眼里都不是问题 毕竟价格便宜很多 又能捞到很多实际的好处 而常人则更甚 他们唯一的成本应该就是想得开 花很少钱就可以随心所欲 在古代男人眼里看来起不快哉 根本没有才艺也都无伤大雅 这其实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 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 于是最具性价比的宏官人和常人 逐渐开始将清官人排挤出市场 导致大量的清官人被迫开始沦为宏官人 到了南宋末年 卖艺不卖身的清官人已经彻底沦为了历史 偶尔会有薄名声的青楼女子 采取清官人的方式 不过大多都是孤名调狱 最后也都被有钱的冤大头花重金所消灭 慢慢的到了明朝时期 清官人就彻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清楼开始成为宏官人和常人的舞台 自古是一山不龙二虎 在清楼这种场所 怎么可能容忍有高低贵贱的等级分别存在呢 宏官人卖艺卖身 但正是因为有才艺 所以一直处于清楼的上层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处于招牌旗舰产品 而仅靠出卖色相的昌人 自认为长相是不输宏官人 大家都是交易 凭什么宏官人就凭会弹几手破琵琶 聊几下破古琴 吟几手破诗词 就可以高人一等呢 于是乎 卖身不卖意的昌人们 又发起了对宏官人的驱逐和抵制行动 当然这次行动的持续时间长达两百多年 这里不得不提的是 看来一些明朝男同胞还是喜欢才艺表演的 所以直到明朝末年 因为国力衰弱又恰逢内忧外患 时局动荡之时 明朝的男同胞们的财富也就大不如从前了 清楼为了维持生计便不再投入财力物力来培养宏官人 这些旗舰选手没有了诗词歌赋和琴琪书画的加持 最终也就退出了清楼的历史舞台 到了清朝初期 清楼便彻底沦为了卖身的妓院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 清楼完成了历史下线的蜕变 成为了让人不齿的场所 从一开始的贵族居住之所 慢慢演变成琴琪书画 附庸风雅的场所 再到后来就变成了从事卖肉行当的妓院 这就是清楼千年的发展历史 其实反观其他很多行业 很多都和清楼有着不尽相同的命运 正所谓山雨欲来丰满楼 几人欢笑几人愁 我是陈先生 我们下期见